哈囉 大家好 我是... 我是你的家人 哲瑞 今天這集是一個全新企劃 叫做賽道觀察員 今天這集賽道調查員 不好意思第一次有點生疏 我們這個新企劃賽道調查員 就是由我哲瑞Jerry 會到全台灣世界各地的各個比賽現場 然後來做一些小小的田野調查 那今天第一集我們來到了彰化縣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我身後的這邊 是鹿港小鎮龍山寺 究竟這附近的一些 有沒有在運動啊 我們來調查看他平常喜歡的運動是什麼項目 然後還是跟你們在運動 太好了我們終於找到第一位在地鄉親 我們來問一下 平常你有在做什麼運動嗎 有 我平常會做那個慢跑 還有那個健身房有點熱身 是 做一些核心的 哇 聽起來很多元耶 那這些運動之外 你自己平常會參加比賽嗎 比賽不會 但是是那種健康組的 偶爾會報名參加 就是5公里 10公里的那個慢跑 我會自己參加 那你知道鹿港馬拉松嗎 知道 你有參加過嗎 鹿港馬拉松我沒有跑過 沒有跑過 但你知道這場比賽 知道 鹿港馬拉松在11月17號 它有5K 10K半馬全馬的組合 而且這次比賽 還會跑經過像龍山寺 跟摩汝像這種鹿港的知名景點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邀請你一起來參加 我身後這邊呢 就是田中馬拉松的魔鬼坡了 這邊是半馬左右的折返點 那我印象中跑這邊上來 很痛苦耶 這個上坡很陡 但重點是跑過來我身後這邊 也就是戰天宮 那通常跑到田中馬 這個地方啊 這一整區 有超級豐富的補給區 每次到這裡 就是可以吃到很多 好吃的水果 好喝的冰涼飲料 然後還有一些在地的特色美食 前面有一個 看起來是在地的阿嬤 我們來去採訪她一下 知不知道田中馬拉松 這裡有一個比賽 田中馬拉松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 我有參加啦啦隊 喔 你也有參加 他說是說人不夠人 所以你去那邊應援 加油 這裡有來這樣 喔 你們怎麼有傳 在這裡 喔 你在這裡 傳水果 喔 你是傳水果 芭樂 芭樂 芭樂這裡的特產對不對 芭樂 芭樂也有 啊 兩的啦 喔 那時候我會 芭樂 芭樂 因為我來走這裡的時候 那是一個大上坡 走起來好像 好像 不動的 所以一定要照一下 那也有水 整趟這樣 放邊角 對 那會的就熱 因為我打 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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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 還有像我旁邊這個在地阿嬤也會給大家應援加油 哇 阿嬤的故事很精彩 原來他是在地 就是非常厲害的專業補給組 他已經補給了好幾年了 但剛剛跟阿嬤介紹的不夠完整 跟大家分享 前充馬拉松呢 還有分為42公里 還有22公里 還有10公里的建軸組 這三組路線不一樣 但唯一不變的就是 全部的補給都是超級豐富的 哇 這個水這麼湯急耶 到時候 11月3號 這邊是二水千人健行的活動 這水流可以嗎 他們應該會做調節吧 11月3號 在我身後這邊也就是 二水千人健行活動會場 到時候呢 這個地方 就是主要大家 跋山涉水在裡面走的一個 玩水路線 我們來去田野調查一下 究竟當地人知不知道這場 盛世千人健行的活動 走 前面剛我在寶寶珠裡面等超久都沒有人耶 那邊可能太熱了 我剛剛前面看到這個圓泉故事 我們來問問看裡面 有店員一定知道了吧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一個借問站 我現在身邊的是第二位黃美女 黃美女你好 請問你平常有運動的習慣嗎 有 做什麼運動 廣場舞 廣場舞 可以耶 廣場舞通常是怎麼跳 你可以教我跳個兩天 沒有音樂有點尷尬 這裡都有 廣場舞還有瑜伽都有 哇很豐富耶 因為我們剛在那個社區的教室 看到裡面有好多人在上課喔 對他們在做手工藝 哇 那我就要來問接下來黃美女 第二個 聽起來你就是非常在地的這個 在地啦 那你知不知道旁邊 有一場很知名的賽事 跑水節 欸正確答案 今年呢這個跑水節有點改變 變成是千人健行 但是以前跑水節的這個活動的時候 你們是有參與的嗎 有 我們社區都會組一個啦啦隊 剛好就是在跑者上來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這一場是最大場的一個啦啦隊 而且是由我們社區的長輩 是 會大家一起出來 哇 聽起來好棒喔 來幫他們加油這樣子 那我再問一個外行問題 因為我剛看那個水流超級湍急 請問平常 這個真的在跑水節的時候水是這麼快的嗎 當然不是 喔 跑水節的時候他們會把它降到差不多的腳踝部分 所以那可以調節 可以調節 現在你的水利工作室那邊都會調節 是 我剛才在跟他旁邊討論的時候說 這個真的可以比賽嗎 沒辦法 這個水會被沖走的感覺 對對對 沒有沒辦法到時候 到時候都會有整理 是是 對河道裡面都會再度的重新整理 那除了這個跑水節之外 今年你知道是什麼時候舉辦嗎 11月2號3號 欸 沒錯今年是11月3號要舉辦這個千人健行的活動 到時候有沒有機會可以在現場看到你 應該有機會吧 應該有 好 對希望大家一起來 所以如果這個以前沒有參加過這個千人 應該說跑水節的活動的話 非常推薦大家 因為那個時候 欸可以在那個裡面玩水很舒適 但我還要問最後一個問題 為什麼那個水看起來是有點黑黑的感覺 因為它是佐水吸引進來的水 哦 我們這裡剛好又是包寶菌的分水孔 是 分一菌的二菌 會灌溉整個三分之二的彰化病人 所以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理位置 難怪我想說那個水看起來都黑黑的 但旁邊有看到寫什麼黑泥 甜 對黑泥甜 原來就是因為它用這個水灌溉的關係 對對對 對 完全理解了接下來千人健行活動 11月3號準備報名 好大家一起來 我現在人來到了社頭鄉 我身後這邊呢就是2024年同季杯 親子巴勒公益路跑的起點 到時候比賽會場這邊呢 會有5公里10公里還有21公里 都是從這邊出發 但是身為賽道調查員的我 還是必須要去在地鄉親好好跟他們了解認識一下 所以我剛剛已經查好了 畢竟現在肚子有點餓了 我們去吃個東西問問看攤商認不認識 畢竟那個攤位也是在賽道上 出發 身後這兩條呢 就分別是21K跟10公里的路線 那跑到這邊的時候 稍微休息一下是可以的 但跑在田中間的享受應該是蠻好 而且這場比賽的特色是 它幾乎都是繞在 就是社頭這邊的附近市區 所以我覺得風景上應該是蠻漂亮的 好像會吃個冰啊 太熱了 我們看這個點是比賽路線的路線上 好像比賽會經過這邊 它會經過這邊 然後好像是一半的從這邊走 對對對分兩組 分兩組 然後親子的好像到那邊 喔 那老闆你知道今年比賽是什麼時候嗎 我好像有稍微看到那個 這邊的 喔 答錯 今年比賽9月29號 而且今年有什麼組別你知道嗎 今年有什麼組別讓你猜看看 什麼組別喔應該也是幾公里 幾公里喔 猜看看 這個好好吃喔 然後選的一個42吧 喔 猜對一半 21對了 今年沒有42 今年是21 10公里跟5公里 它把年齡層可能越來越親子化了 讓更多人參加 來到了這邊圓陵圓 而且是在圓陵寺 所以它的全名就叫圓陵圓陵圓吧 就真的叫這麼饒口的名字嗎 這個地方是在圓陵寺的一個旭紅池 那 剛剛我想要努力去找一個人 但你也看到沒有什麼在地人在附近 畢竟現在時間 中午的12點45分 所以是完全沒有人在這邊的情況 沒關係 我自己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圓陵圓呢 是10月27號會舉辦一場 圓陵獅子杯全國的公益路跑賽 那這個親子公益路跑賽呢 總共會分為3公里 5公里跟10公里組 那這個地方的旭紅池 就是到時候的比賽組會場 等一下呢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它會跑經過的一些知名景點路線 那我們剛剛繞了一圈看一下 這個風景很好耶 而且那塊草皮 有那種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 可以秋躺在那邊那種野餐的感覺 滿舒適的 所以如果你10月27號有空的話 這場圓陵人可以考慮一下 好燙 不是 這太燙了 那這邊 這次的比賽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分3公里 5公里跟10公里 但我看了一下它的比賽組別 非常非常的親民 難怪可以叫親子公益路跑 因為它的10公里是兩個小時限時完成 然後5公里是一個半小時 所以其實以時間來講 大家應該散步都可以輕鬆玩賽 10月27號圓陵獅子杯全國親子公益路跑 我們現在來到了惡陵 身後呢就是惡陵工商 就讓我們來調查一下惡陵工商這附近 究竟運動風氣如何 畢竟有這種高中或是高級 裡面有400公尺標的場地是很少見 我剛剛經過看到嚇一跳 而且還是藍色場地耶 我們來去裡面調查一下 找一個人問一下 找到一位了 我身旁這位是岳同學 岳同學請問一下 你平常有在運動嗎 有 做什麼運動 打籃球 派球 運球 很多耶 什麼都會 你是在地人嗎 你是這附近的人嗎 對 我是 那我就要來問問題了 你知道惡陵工商這邊有辦比賽嗎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也沒參加過 沒有沒有參加過 那我就要來跟你分享 你知道嗎 惡陵工商這邊在11月24號 有舉辦一場柏利歐的公益路跑 然後他總共比賽的距離 是有6K 10K還有21K的組別 都是從惡陵工商出發 而且這場比賽最厲害的是 你的報名費是拿來做公益 你知道有一群 就是小兒麻痺的人 他們的代號 不是代號 應該說他們的翻譯名稱就叫柏利歐 所以這場比賽 就是為了幫助這些人 然後舉辦了公益路跑 彰化最具代表性的公益活動 跑在藜麥花田邊 吃著超級澎湃的布基品 與身輕傷害者一同在賽道上 為了證明自己而跑 也為了籌見柏利歐家園而跑 柏利歐公益馬拉松 等你來報名 今天這樣一連看了6場比賽 6個地方的小故事 真的是滿感動的 有些人根本可能沒有在運動 但他可能聽了我的分享之後 應該有被打動吧 好像感覺他們蠢蠢欲動的 褲子都撩起來想要來參賽的感覺 尤其是那個阿嬤 坐著你都可以聽到 她跟我分享她在參與 田中馬拉松補給的這個熱情 好啦暖身暖身 準備去推坑更多人來參加了 彰化好地方 6場比賽各有特色阿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場 大家可以留言猜看看 OK 我是你的教授隊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沒有來彰化跑過比賽 沒有來這邊體驗過這個鄉鎮特色的話 真的非常推薦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